是17日 吴谦与王源院张子凌跟安娜等一同出席化妆品牌活动 获邀成为活动形象大使的美丽人妻张子凌 透露和丈夫不久前去巴厘岛参加朋友婚礼 场面非常浪漫 令她和先生也不禁回想起自己的婚礼 又笑颜家里人不断催他们生宝宝 但小两口暂时还是想先过会儿二人世界 其实还是有的 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传统 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看重这些 因为觉得结婚之后应该会有卑鄙 但是我们两个其实自己商量 还是希望有多一点时间过二人世界 而代价新娘汪源院则表示 这两天都在忙着派喜帖 而喜帖附带的婚照也于近日曝光 只见一对准心人在巴黎的豪华酒店内甜蜜商用 我们两个其实很多照片都很喜欢 那么那张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感觉跟这个情天都是很适合的 那么我们也很喜欢 因为有点好像一个艺术的照片不是一个普通的照片 至于风嫂吴千宇则被安排在亚洲登场备受重视 她表示在后台和王源源交流过 知道对方远赴欧洲拍摄婚纱照十分的羡慕 至于她自己就还没想过在哪拍婚纱照好笑称全球都有浪漫之地 能环游世界当然最好 我没有想过 但是我之前看到韩国有人拍照片拍得很漂亮 然后也有蛮多地方很好看的 全世界吧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